good 这个字呢 同学应该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good 原本当作形容词的时候 是好的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后面加上 asset 形成一个复数形的时候 它的词类变成一个名词 它横为复数形 那这时候我们中文就翻成 所谓的商品或者是货物 来我们看一下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good 呢 就是items for sale 好那这item呢 指的就是个项目 我们在商店呢 商店里面呢 常常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项目 那一个项目 我们就叫做一个item 那这边加asset items for sale for sale是用来可以卖的 可以贩售的 我们英文就念成for sale 好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the goods that are sold in the store a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the goods that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是that are sold 就是一个所谓的关系子具 用来修饰前面的商品 货物 the goods ok 好所以他说呢 the goods这些商品 that are sold in the store 好这就是一个关系子具 用来修饰前面的 goods 好所以在这家商店里面 所贩售的货物 或者是所谓的商品 are too expensive 太贵了 对谁而言呢 for me 对我而言太贵了 好各位这边有看到 有一个句型 这个句型应该各位很熟了 叫做tutu 太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怎么样 所以这些呢 商店里面所卖的货物呢 太贵了 对我而言太贵了 以至于呢 我不能够买 也就是说 我买不起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goods 名词 注油横为复数型 中文翻成商品货物 我击买的小材料 我疯后来说 不是什么 我们喝什么 所以我这种